今天來到有香港矽谷之稱的白石閣 這裡匯聚大量的創科專業人才 再加上這裡環境優美 對著無敵的大海景 可以說是新興的優質生活住宅區 咦 Kevin 你又來了替樓嗎 沒有來了解一下 對了 Penny 我知道最新推出了 新的按揭保險才爺Plan 對於想入手這類優質私樓的客人 可不可以說是機會來了飛雲 當然算了 因為才爺Plan除了方便到手指的客人之外 還可以吸引和幫助業主升級樓換樓 最新按揭保險降低了 申請高乘數按揭貸款的門檻 如果想買一千萬物業 新計劃首期只需要一百萬 比起之前便宜了一半 如果買一千二百萬物業 可以做到八成按揭 首期由以前六百萬大幅減到二百四十萬 那如果是一千二百萬以上的樓 又有沒有優惠呢 當然有 才爺Plan都有放寬到一千二百萬以上 至一千九百二十萬物業 可以成造到五成至八成按揭 還可以借到上限九百六十萬 既然才爺Plan 令入手這類中價樓可以輕鬆些 對於這一區的發展潛力又如何 前陣子施政報告裏都有提到 政府有意在香港教育大學運動中心裏 興建科學園白石角站 配合沙中線通車 我們八個站可以去到港島 五個站可以回到國內 正所謂路通財通 我們相信可以對我們區內的物業 帶到一個很強大的樓價起動作用 再看看白石角這邊的住宅供應問題 近幾年在科學園工作人口已達到一萬二千名 而白石角只有大約八千個住宅單位 可以說是供不應求 以現時白石角的入場費 我相信鐵路開通之後一定會大幅上升 有你這句我就放心了 事關新地旗下白石角最新項目Silicon Hill 正正就是坐落在意見中的 港鐵科學園白石角車站旁邊 未來迎進鐵路優勢 另外項目之所以叫Silicon Hill 全因為發展商看好這個地段的潛力 區內擁有高增值行業 低密度住宅社區和大學 規劃發展比美美國植谷發展模式 令人非常期待 項目將會分三期發展 第一期由5座12層高的低密度住宅大樓組成 背靠翠綠群山提供極佳私隱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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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集中創科專業人士經常中港兩邊走 駕車到諾馬州口岸和西九龍的高鐵站 只是20分鐘左右 非常之方便 如果想去九龍和港島 可以經吐露港公路 直接去到尖沙咀及中環等核心商業區 對於我來說 白石角最引人入勝的地方 就是鄰近吐露港 生活貼政 這區居民閒時很喜歡帶小朋友去踩單車 去科學園參加觀賞團 又或帶寵物去彭福公園放電 而大人喜歡去海濱長廊附近的酒吧摸杯底 至於娛樂消費 就會去沙田及大埔 有齊大型超市、戲院及國際連鎖商店 一次過滿足衣食住行 同時亦有多間國際學校 剛才說的那麼多地方 都是15至30分鐘車程內 相當之快捷 所以說如果想體會這種慢活精神 白石角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就算你是像Penny這些工作狂 又或者是投資客 以至是想換樓的家庭客 白石角現在以至將來 都會是大家的心水之選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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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